虽然我蛮喜欢P头士的 但要是某一天人类文明被外星人给灭了 咱还是得把账算在他们头上 为什么呢 因为就在2008年的2月4号 P头士乐队成立50周年的时候 NASA朝着431光年外的北极星方向 用位于西班牙马德里附近 深空网络的一口70米直径的大国 放了一首P头士的跨越宇宙出去 虽然字面上的意思是非常贴切的 但是NASA 你真的以为外星人听得懂英语吗 好 那咱退一万步来说 即使他们真能听懂英语 要是他们恰好是滚石乐队的歌迷 又该怎么办呢 好在啊 P头士要不要为NASA来背锅 至少也是几百年后的事情了 希望人类在这期间呢 好歹能够想到一些应对之招吧 不过也有可能 我们已经没有几百年的准备时间了 天眼不是最近说 捕获到了疑似外星人的信号吗 那有可能代表 外星人其实比我们还要积极主动的多 而且呢 他们的准备时间也比我们充分的多啊 尽管还没有定论 但咱们这期内容啊 可以先来畅想一下 如果外星人整的来了 他们长什么样子 是如异形那般真灵 还是如ET那般可爱 是像超级战舰里面的外星人一样 在类人的外表下呢 却有颗恶毒的心 还是会像匠名里面的外星人 虽然长得酷似章鱼 但却温和友善 好吧 咱先不要被好莱坞带骗了 回到科学讲科学 外星人可能都不一样呢 大概有以下这三种 细菌 给我们长得惊人相似的外星人 和机器外星人 下面我们就来分别说说 虽然假设所有的外星生命都停在了细菌阶段 会让这个宇宙变得非常无聊 但这的确是一种大概率的事件 以我们为例 地球上最简单的生命 原核生物 它们是非常非常小的单细胞有机体 早在我们这颗火热的延时星球 刚刚降温就已经出现了 那是在大约38亿年前 如今它们依然与我们同在 细菌就是一个例子了 但是我们这种复杂的生命形式 又是如何而来的呢 地球花了足足21年的时间 才通过一次意外 对的 据我们目前所知 就是21年里面只发生了一次 由原核生物转变成了真核生物 通过细胞核和细胞器等新增加的特征 开始进行复杂的化学过程后才诞生的 这种好运用罕见的N次方来形容都不为过 所以其实什么才是正常的地球 是生命至今都停留在最基本的细菌形态的地球 才是正常的地球吗 那么我们也就有充分的理由相信 在其他的行星上 甭管是探机也好 轨机也罢 也许只是积满了永远无法达到复杂形态的生命 犹如被一个巨大的过滤器给拦住了一样 我们只是极其幸运地闯了过来而已 这个叫做大过滤器假说 而且假设的是大过滤器位于我们的过去 当然它也有可能位于我们的将来 这个我们稍后再提 好 那你说宇宙这么大即使概率再低 也有可能有其他星球上的生命 闯过了大过滤器 开始往复杂里面演化了吧 没错 是有可能 那我们接着就来看看它们会怎么演化呢 驱同演化是一个在这儿必须要提的概念了 它说的是面对相同的问题 不同物种间各自发展出来的解决方法呢 总是惊人的相似 比如眼睛 为了观察周遭的事物啊 各种动物都演化出了眼睛 而且有的物种之间 甭管它们差得有多远啊 眼睛的结构呢 还惊人的相似 人和章鱼就是这么一对 我们最早的共同祖先呢 可以追溯到至少5亿年前 然后两者就在完全不同的环境里面 各自生活 各自适应 截然不同的挑战与压力 但是却非常巧合的找到了一些解决问题的相似方法 和眼睛式的 强大的智力耶式的 所以看起来啊 哪怕环境再有区别演化的方向 都是大致有数的 如果我们按照这个数 来评仇一下外星人的话 它很有可能会是这个样子的 首先啊 智慧能够让你预测与影响周遭的事物 并且克服问题 所以我们的外星人呢 一定会演化出智慧 接着该如何来用这样的智慧呢 对周围环境有敏锐的知觉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他们也一定有可与我们的感官类比的一些东西 既然眼睛在地球上已经成功演化了大约50到100次 并且不同环境里面的动物97%都装着眼睛 那么外星人 装着眼睛的概率一定不比这个少啊 而且多半还是两只眼睛 这个呢似乎是地球上最受欢迎的策略了 同时把眼睛装在脸的前面 似乎也是一个不错的策略 这样立马就可以获得立体视觉 并能够侦测深度了 经验告诉我们 不管是在烈石还是避免被烈石方面 它都大有益处啊 什么鼻子耳朵嘴巴呢 很大概率也是必需品啊 只是在具体形式上做些微调罢了 另外 我们的外星人1789呢也是对称着长的 因为这样才能使建造生物的使用说明书 DNA或者类似的东西比较简洁 看起来啊 节能环保放置宇宙都是皆准的 然后 为了保护大脑 它一定有一层脑壳 是选择外骨骼还是内骨骼呢 为了避免自身的体型受到限制啊 明知的外星人一定会选内骨骼 又跟我们一样 既然我们的外星人拥有发达的智慧 那就一定是要有高度发展的科技来配套啊 哎 那么能够操纵物体的能力就是必须的了 跟我们一样灵活的手呢 看样子也是必须的 这样把手都给单独分出来了 那么也就应该是个用双株直立的生物了 因为从效率上讲呢 双株就已经够用了 所以你看啊 按照这个逻辑拼出来 要是它往你面前一站 是不是就跟你照镜子一样呢 有没有觉得非常奇怪 甚至非常抗拒呢 会不会是因为我们很难想象除了自己以外的存在呢 好莱坞可不这么想啊 很多的古生物学家也不这么想 因为根据躯通演化 人科动物的外星呢 其实是任何一个世界里面有感觉生物的最好解决方案了 除非地球以外没有躯通演化 否则我们很有可能会面临一个有鼻子有眼睛 几乎是我们翻版的外星人了 其实我还是蛮能接受的 只要他们不说我是他的翻版就行啊 然而你别以为到这就完了啊 既然人家都已经闯过大过滤器演化成智慧生命了 没有理由不继续往前再演化 我们的地球呢 只是个45亿岁的小伙子而已 宇宙中多的是比他年长许多的老家伙了 这代表可能有很多演化的比地球生命 就有的多的智慧生命的存在 那么他们又会是什么样子呢 想想我们会怎么发展就知道了啊 根据目前人工智能的发展呢 不难想象啊 N代以后 我们应该可以走到完全抛弃 有机体束缚的地步了 也就是一个只有脑子 呃不 应该连脑子都不是有机体的 纯粹的科技智慧文明了 看过超廷吗 翻到片尾呢 那儿就有个例子啊 所以更先进的外星人会是这个样子的吗 以机器生命的形式存在 可以忍受极度漫长的星际旅行 最终接触到了我们 诶 好吧 那么真正麻烦的问题就来了 他们在哪儿呢 我是火箭书 关注咱们下期来聊